来咯 最近收到很多粉丝私信给我 说让我再养一只土拨鼠回来陪我们家豆豆 还有的粉丝说要我养猫 呃 还有养狗 我的天哪 其实我养我们家豆豆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你知道吧 如果再养一只的话 是不是跟他一起来给我拆架呢 一只土拨鼠就已经把我搞得一头雾水了 你让我还再养一只 没门 还有的人说要我养猫 其实呢 我跟你们说 养猫的花费太大了 像我这么节约的人 怎么可能养猫养狗呢 其实养土拨鼠一个月的花费也就是几十块 如果养猫的话 一个月起码几百块到三千块吧 我肯定舍不得了你知道吧 我要有那么多钱 我不会出去吃着喝喝啊 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养土拨鼠比较好一点 出门呢 关在家里 关上十天半个月都没问题 不限养猫养狗 你要出差的话 或者去旅游的话 还得放在宠物店里寄养 这样多麻烦啊 你说对不对 如果要我想着的话 我还是喜欢养土拨鼠的 因为呢 土拨鼠特别好玩 你知道吧